那刘备 对大家也都知道 刘备他本来是个北方人 他也是汉景帝的儿子的后代 说起来 对他跟刘焉他们是一支 那都几百年了 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个刘备的祖上 现在发掘出来那个墓里边 这个好东西特别多 可是那是他祖上的事情 到了刘备的时候 他父亲又死得早 所以他已经跟他母亲 只能这个摆小摊卖点东西了 那可是刘备这个人呢 看起来他还是有公子气的 他并不读书 他都是喜欢那个好东西 就是喜欢奢侈品 因此他的这种个性 使得他有豪侠之气 在社会上结交很多朋友 结交很多朋友 所以他年纪轻轻 这个三国志里边写得很清楚 他结交了很多豪侠 这种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 还结交了那个犯马的当时 马是很重要 我们以前讲过 在那个时代 有马 那就跟你有坦克一样 马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就结交了那个能犯马 那犯马的大商人很有钱啊 我想这个犯马 这个三国志里边写 他结交了犯马的商人 那几乎就像现在什么房地产商 或者卖汽车的那种商人 那是等于他有很强的后盾 有老板支持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刘备就手底下 他身边就有很多很厉害的人 我想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他就认识了 比如像关羽张飞 都是那个时候 所以他们年纪差不多 他们年纪差不多是一代人 基本上是在刘备最年轻的时候 已经有了这样一帮打仗的朋友 那在汉末 当然我们也知道 刘备当然他也是先平定黄金军 然后慢慢慢慢立战功 慢慢慢慢立军功 这样子一直做到平原巷 那刘备很有意思 他跟曹操是很不一样 他们同一代人 他们很不一样 那他在很长时间里边 他都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边 在这个建安开始 这个董卓之后 董卓之乱以后 他很长时间 他有时候跟曹操挺好的 也跟曹操曾经称兄道弟 卧则同习 秦则同事 也曾经好得不得了 像亲兄弟一样 可是呢 刘备就是这样子 刘备就是忠不甘居人下 他自己力量开始很弱的时候 他都是跟这些很强的人 他可以衣服或者互相帮忙一下 借对方的力量 他也曾经跟袁绍挺好的 也曾经跟刘表挺好的 反正总之是 差不多有十年之间 那十年之间 那是曹操一步一步 一直到打败袁绍的这个十年 对刘备来讲 这十年里边干嘛 他就是东走西走 一直没有固定 这个跟曹操好一阵就翻脸了 所以互相曹操也打他 那跟袁绍好一阵他也觉得在袁绍那待不住 所以最后 最后的时候他就 差不多有十年以后 他就选择归了这个刘表 锦州的这个刘表 所以都说史书上就说 这刘表也不是 刘表是一个 不是那么强势 可是在当时曹操 袁绍 刘表都各有自己的地盘 重要的是这个刘表 这个早早的就有自己的地盘了 所以他去跟了刘表 那刘表呢 也看他挺厉害的 所以就把他搁的这个心野这个地方 刘备也觉得 虽然归了刘表 心里边到底觉得不踏实 不那么服气 这样子 这个 这是 这是 我们看鼠书里边 写仙主传 第二个传就是刘备的仙主传 你讲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那个 那个 那个 锦州那个地方待着 这个 今天的河南新野这个地方待着 差不多就到了 建安13年 这个时候 曹操已经打完污完了 那已经 北方基本上都 都是他的地方了 所以他就准备来征刘表 准备征刘表 那刘表是 曹操还没到刘表就死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 刘备就逃 一路逃 逃到襄阳 逃到襄阳的 在这个建安13年这一年 前面这个 陈寿写了好多 刘备早年的事情 到建安13年这一年的时候 他开始写到诸葛亮了 我要讲 这个 第一个讲 诸葛亮是一个重要人物 他是一个关联性的人物 当然他第一个关联就是刘备 他遇到刘备 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于蜀国的历史 对于他们个人 对这两个人的个人 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到 是在 先祖传的建安13年 这个时候他才写到诸葛亮 其实诸葛亮在这个之前 应该是在建安12年 稍微前一点 已经见过这个 刘备了 刘备三故草炉 已经有过了 但是真的是 我们从刘备的传里头 可以看到 诸葛亮发挥他的作用 三故草炉的故事 我们放到后面来讲 可能大家也很熟悉 我也不一定要讲 那真的诸葛亮 在刘备的生涯中 我们看到他起作用了 是在建安13年 这个时候 刘备一逃跑 刘表 刘表死了以后 那就是刘表的儿子 这个刘从 接刘表 做了这个益州的首领 这个时候 曹操 曹操的军队来了 开始 刘备就逃嘛 逃逃逃逃 诶 这个诸葛亮就跟他说 说 你应该回过头 打这个刘从 你打了他呀 他很弱嘛 你打了他呀 锦州可有 这就是我们立足的地方啊 可是呢 刘备觉得自己 人家也照顾他 那么多年 那么长时间 所以说刘备不忍心 后来三国演义 和民间的一些 对于 这个一些的 这个演义文学里边 老实说 刘备这个人很有道德 很仁义啊 这三国志里边 就就有时候会出现 说这个刘备不忍心 没有听诸葛亮的建议 那还是逃吧 一直逃到今天的 这个 所以在当阳长板坡 就有这个 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段子了 这个 这个刘备老婆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要了 这个 所以后来人才传说 说这个 他这个 这个后主 当年都逃得不知所踪 后来才找回来的 这是 这才有这样的传说 总之很狼狈 就是一路跑掉 跑到最后 这个 丢盔卸甲 真的是丢盔卸甲 这样跑掉 那一直跑到 入下口 到了汉口这个地方 今天汉口这个地方 到了这个地方 那其实是鲁肃 在这个地方 先来跟 刘备 说了一通 你当下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时候呢 刘备呢 就听进去了 所以就派了诸葛亮 亲自去找孙权 就说 现在呢 这个被曹操追得 实在受不了了 我现在呢 要跟你联合 这样的话 经过诸葛亮 亲自去找孙权 那 一番这个 说服 一番说服 最后呢 孙权 同意 孙权二十几岁 被这个 诸葛亮一说 也是热血沸腾 说现在 这个天下最厉害的 那 那那就是这几个人了 明摆着 咱们现在只能联合来 抗这个 这个曹操 就像学这个 田恒一样 你愿不愿意 这个 孙权还说 那那那你们是什么态度 他说这个刘备 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就像田恒一样啊 那誓死也不能从这个曹操啊 所以这个孙权很激动 三国志里边都写他 一下就跳起来说 那好 我们一起抵抗曹操 所以这才有 这个刘备和孙权的 联合起来 在赤壁这个地方 打了一大仗 打了一大仗 这是很重要的一仗 赤壁之战 使得曹操 以后 再很难他知道 再往南方去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退军了 所以在 我们看到 这个 因为这样的退军 所以后来 这个 退军之后 刘备 才 这样子才慢慢的 得到景州这个地方 当时 刘备就扶持 这个 刘表的另外一个儿子 当了景州牧 那这个儿子呢 又病死了 刘齐 很快又病死了 病死了以后 顺理成章 刘备自己就当了景州牧 就是有了景州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 我们可以看到 赤壁之战 以及 去说服孙权 跟刘备 取得一个 联合 来抵抗 北方来的曹操 对于刘备 刘备之前都一直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这个 没有一个扎根的地方 所以 诸葛亮的出现 以及诸葛亮亲自去 跟孙权去谈判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此这样我们看到 到了刘章 后来说 这个 而且这个 等到刘备 拥有了景州这个地方 那 孙权看他也很厉害啊 所以孙权就把妹妹嫁给他了 我讲那孙夫人的故事 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那 妹妹都嫁给人家了 所以 两边的关系 只能越来越好 那 这样的话 刘备因为有了景州这个地方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地盘 这个 后来呢 他才能够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 这个 跟曹操 这个 做一个 一个对类的这样一个 一个局面 后来是 在他 有了这个景州以后 当时 我们前面讲到 益州牧 刘章 我们刚才讲到刘章 刘章为什么在建安16年 邀刘备入蜀啊 因为刘章 觉得那个 张鲁啊 那个天师道 那个张鲁 终究是个麻烦 而 曹操 又发话 说他要去征这个张鲁 到汉中 征张鲁 刘章就觉得说 哇 他从汉中 是不是就要从那个地方 入蜀啊 刘章也挺害怕的 那时候曹操力量很大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他才听他 手底下的一个人的话 说 赶快 这个 借刘备的力量 那刘备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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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过这个曹操了嘛 那很重要了 借刘备的力量来 抵抗一下 这样才有 刘备 这必须得打一场肾仗 才有自己的地方 才能竖自己的权威啊 所以这样子 刘备就到了 这个 益州 到了蜀这个地方 那时候他还把 诸葛亮啊 他们都留在景州 自己就去了 很快 这个刘章啊 真的是很有意思 这刘章 一看这个 刘备来了 好吃好喝 好招待 还给很多的兵马 因为他希望 他能帮他打 打嘛 所以 没想到 刘备在这个 这个 这么好的条件下 慢慢慢慢 自己的力量 越来越大 所以调过头来 就把 刘章包围 这样也就是 拿下了 益州 拿下了益州 这个地方 这就是 到了这个 建安十九年 他自己就做了益州牧 在这个时候 先竹传里边就说 这个时候 诸葛亮地位 已经很高了 诸葛亮已经成了 他很重要的 所谓骨功啊 骨功就是 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大腿的骨头啊 这个胳膊 这个地方 那就是人身体里 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 关于张 这个小说里边 老说 刘关章 刘关章 三杰义 好像他们三个人是最好 不是 其实是 是这个时候 这个诸葛亮的地位 已经超过了 关于张飞 诸葛亮已经地位很高了 那这样子的话 到了这个 建安二十四年 这个刘备呢 再把汉中 拿下来 再把汉中拿下来 做了汉中王 这样子 那都是诸葛亮 他们的 他们很出力啊 说你就要做这个汉中王 再过 再过两年 魏文帝一称帝 刘备 在 益州 就是属这个地方 这个 也就是 自己 称帝了 称帝以后 第一个 诸葛亮就是 成像 诸葛亮最重要 诸葛亮就成了 那当然 刘备称帝之前 就跟 这个 曹匹称帝 之前一样 那也是 曹匹称帝 我们以前讲过 魏敬善让 那是一个 政治的 做了一个很大的 政治表演 虽然我们也可以说 在中国历史上 是一个改朝换代的 一个新的模式 和平的交接政权 可是为了这个 这个 这个 交接政权的成功 也做了一个 很大的表演 那臣下要 一再一再的 说 你要 你要称帝 你那么伟大了 你赶快称帝 那曹匹 要一再的 这个 做姿态 退让再三 不行 太僭越了 对啊 从来 这个皇帝 那是 那是不可侵犯的 是不是 像刘焉 只不过是 把自己的 这个车子呀 房子呀 修的有点 有点 等级有点高了 那 那刘表 立刻打小报告 说 他有野心啊 那是很难 去去做 走到这一步的 那这个时候 刘备虽然说 啊 这个 曹匹 称帝 那就是 建月啊 所以根本 他是不合法的 可是呢 他也经不住 他手底下 一周 本来就说 这地方有天子气嘛 那不是到这个地方 要做天子嘛 所以这个 诸葛亮 最后都上表 说是 哎呀 你现在 你不要再推了 你再推 我们这些 士大夫 本来跟着你的人 我们为了什么 我们还不是 就希望你称帝 如果你现在 再不称帝 那我们算什么 所以 就 就 就一通 这个 这个 真心 假意 都有的 这样子呢 这个刘备 就称了帝 称了帝 马上 诸葛亮 就是成相 那许静 是太父 所以 这个 关羽 张飞 那都是 都是 将军一类的 那 这样再过了 两三年 大家可能 也都知道 很清楚 因为这个 刘备 还是对于 关羽 他年少时候 一块 出来的 这些 这些 朋友 非常的 在意 所以 可是关羽 这个被 孙吴 给斩杀了 所以他就 心里 咽不下 这口气 他称帝的时候 六十岁 也真是 人生六十岁 开始好圆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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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 那 诸葛亮 比他小 二十多岁 所以也是 人到 壮年 都是 鼠剑的时候 这些人 都是 都是 这个 气很肾的时候 那 刘备 咽不下 这口气 所以自己 要去 跟孙吴 打一仗 替关羽 报仇 这样就 跑到 白地城 在那个地方 驻军 要准备 打一仗 孙权一看 都说 求和 求和 刘备 都跑到这儿 来了 求和 求和 结果 没想到 刘备在那儿 一病不起 马上就 招 诸葛亮 从成都来 说 临终脱孤 这故事 大家都可能 很熟悉 所以 诸葛亮 最后 到了 白地城 刘备 就跟他说 哎呀 我这个儿子 不是什么 成才的人 如果是 他行 你就帮忙 他 如果他不行 你就取 而代之 取比而代之 话都说到 这个份上了 就是 你不用考虑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是 我们父子 要继承 这个皇位 所以你觉得 他不好 你就取而代之 那这样的一个 一个脱孤的状况 就是 才三年嘛 那个 皇帝的板刀 没坐热嘛 他就上了前线了 所以 这个诸葛亮 当然也很难过 那 这样的话 当然 他在 刘备 一生当中 首先是在 刘备 这个 东荡 西荡 没有地盘的情况下 因为他的出现 他帮刘备 规划了一个前途 规划了一个前途 并且亲自去实践 去跟 孙权谈 谈这个 要合作 那 这样子的话呢 才使得 刘备 终于 能够在 锦州 然后在 益州 待下来 并且称帝 一步一步 就后来就走得很顺利 那当然 我们看 陈寿的记载 那 诸葛亮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等到 一步一步 他在 刘备的人生当中 一步一步 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到最后 刘备脱孤 那这就意味着 刘备人不在了 可是他对于 刘备的事业来讲 仍然是很重要 我人不在了 我以后的事情 都脱给你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诸葛亮 他对于 蜀的建国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这个 蜀的建国 当然有很多人参与 可是呢 我们知道 他对于 刘备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我们讲 所谓 假定 我们还说一个人很重要 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诸葛亮很重要 诸葛亮很神奇 我们都好难 好难让我来 来正面的说 诸葛亮如何如何 可是我们从他跟 周围人的关系里面 我们知道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这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谈 这是讲他跟 跟这个刘备的关系里面 所以我们看 这个是 这个是 传为唐代人画的 这个刘备 那个是 现在很新的 我想要是这样的脱孤 好穿越时空的 所以 这个 与善关经 所有的都会画 画这个 诸葛亮是 与善关经 这就是 最后 刘备 这个生病以后 脱孤给他 我们刚才讲 我们通常大家都知道 刘冠章 是 是 是 这个铁三角 在 后来的 这个三国故事里头 刘冠章的 情意 最令人感动 对不对 那我们讲 我刚才也讲 我这个是要补充 说明一下 当然 刘冠章 他们三个人的 关系在 承受的记载里 那也是非同一般的 因为 这个 这个 关章是 等于跟刘备 都是在 这个 没有成名的时代 他们就在一起了 就这样子 硬是打出来的 所以说他是 这个先祖于 乡里和途中 在那个时候 这个 他还在 他家乡 开始 这个身边有一帮人 这个时候 关羽和张飞 就开始跟着 就是真的是像 三国演义说 桃园三结义 那时候在 所谓 请则同床 恩若兄弟 这个 只要是 刘备 身边 出现 危险 那一定有 关羽和张飞 在那儿出现 所以到了 刘备 做汉中王的时候 就开始 拜他们 这个 这个 关羽 就做了将军 可是呢 关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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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刘备 称帝前 好朋友是好朋友啊 那 关羽没有运气 所以在 刘备 称帝前 就已经死了 那 因为被 孙权的 手下的人 这个 杀死 所以 刘备 后来要去 替关羽 报仇 那 这个 张飞呢 虽然是 是 是 这个 等到他 已经称帝了 做了将军 那 但是 三国志说 这个 关羽和张飞啊 各有自己的 这个 脾气暴躁的地方 就是 好像休养 没有那么好 所以 他们虽然有 万人之敌的名称 当时的人都说 他们是万人之敌 很会打仗 为士虎臣 而且呢 在有些地方 也很讲义气 比如说 这个像 这个 关羽对待曹操 他们这个 可是呢 他也说 关羽这个人啊 真是有一点 这个 这个 自己 自己怎么讲 自经 有一点 嗯 太骄傲 或者是 是太独断 那张飞呢 是一个 非常粗暴的人 所以他 手底下的 这个将 他最后是被他手底下的人杀 那就是他对 手底下的人 这个 太粗暴了 所以呢 按照 陈寿的评价 我们看陈寿啊 他还是说 这两个人是 以短取败 因为他们的缺点 所以 他们是 这个 刘备的好朋友 可是真的都没有享受到胜利成果 一路跟着他打下来 打下来 很多地方就是 这个刘备 只顾逃跑 最后都是留下 他们在那儿替他抵挡嘛 所以 到了 刘备 后来 得了诸葛亮 以后 那刘备 在这个 这个 所谓 三顾草庐 龙中队之后 他就开始越来越重视 诸葛亮 那 有一段时间 张飞和关羽都很不满意 觉得 对呀 见了新人 把我们旧人都忘了 那刘备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好比的 我现在跟诸葛亮的关系 就像我鱼儿得了水 那也弄得这个 张飞和关羽 就是不得不服气 没办法 所以这个 从 我们讲 从我们后来的 一直都 大家都讲 大家都知道说 哎呀 其实是刘关章关系最好嘛 但是 我们看 陈寿的记载 三国志的记载 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当诸葛亮 进入到刘备的人生当中 诸葛亮的地位 是越来越高 为什么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关羽和张飞 是马陈族 是会打仗 可是呢 光打仗 打来打去 没有地盘 没有谋划一个稳定的地方 是不行的 当你 当你这个力量大了 你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地方 这个时候 诸葛亮就起作用了 所以在后来的阶段 诸葛亮的地位 越来越高 这样一直 而且 这个 像什么法政啊 后来这些能替他出谋划策的人 在他的 后来的阶段 一直到蜀建国的时候 都越来越被 刘备重视 当然 刘备在称帝之后 最后为了替关羽报仇 这个 皇帝的这个位子还没坐热 就到了前线 也可以看作 是他们 年轻时候一起打下来的 这个 这个 情义 当然也还是很重的 这是我插进来讲 我们从 关羽张飞 和刘备的关系的对照中 我们来看 诸葛亮 对于刘备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意义 究竟是什么样的意义 那这是 诸葛亮 他在 这个 蜀的建国的过程中 他的一个 一个重要性 他被脱估以后 他被脱估以后 他也是尽心尽力的 那个时候 后主还小嘛 十几岁 所以他也是尽心尽力的 所谓事无巨细 全部都归他管 全部都归他管 为了这个 蜀的资源 物质资源 老打仗 老打仗 这个粮食 什么都不够了 所以他曾经 真南中就到云南 今天云南这个地方 我们讲 魏有魏的 边疆上的 当地的少数民族 乌丸啊 鲜卑 那其实这个 孙也有 就是今天的云南这个地方 这个四川 再往南 这个地方 所谓南中 这个地方 也有一些人 这个不 不那么服从 所以 诸葛亮 这个 去曾经 真南中 这个 所谓 有 后来变成 有七情梦获的故事 就把当地的一个 富豪 也是有军力的一个人 这个七情七纵 这个非常有策略 最主要的是 平定了 今天云南那个地方 云 云贵那个地方 以后呢 这个地方就要 缴税啊 税收是很重要的 一个事情 就是我打这个地方 我占这个地方 目的是什么 但是要这个地方 缴税 交粮食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 传统政治 或者打仗的时候 它所需要的 一个物资吧 所以它也是 尽心尽力 然后过了几年以后 它就住到汉中 这个去 去跟 所谓要北定中原 去跟卫打 那最后就没有回来 那它也是 是受了刘备 临终脱孤 所以它后来 它的一生 也都是奉献给这个数了 那我们讲这是 这是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绕过来讲 这是这个 诸葛亮对于鼠的 一个重要性 对于鼠的